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好消息 那今天好消息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9月17号下午将在台北市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说明会 要带你一起来体验如何将虚拟现实 还有元宇宙的技术应用在教会的工作中 那这种技术呢,其实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的去学习和了解圣经的知识 我们可以用这个真的是一个新的方法来去看圣经在讲什么东西 我最讨厌读的那个Book of Numbers 明书记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你在里面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说到底是有多少这些献祭品在这个地方一直拍着 然后到底怎么样去献祭这些东西 还有像说什么约书亚那个时候要在分地的那一种 你一看圣经你真的就觉得说你在看一个没有图示的一张地图 对或者是你很难明白就哪怕他给你写出来 你很难明白说他到底真的在讲什么 或者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在这一次的说明会里面呢 大家就可以亲自去体验吧 就可以亲自用这样的一个技术 这次会跟大家展示保罗的宣教旅程 你自己去看保罗的宣教旅程从里面看是如何的清楚 然后怎么怎么的一步一步走 里面有穿越海陆军三滴的自由行 而且是给你非常棒的一个实境的体验感 我相信这样走了一次之后你就会非常清楚 你再去读圣经 你把它跟圣经算你看 你就明白原来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么讲 先读读完了再去体验然后再出来读你 这样反复的结果你就会对这个比较更加的明白 以及那身临其境的走进摩西的会晤 就深入的探索出埃及记 描写的非常生重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是对教会的建造也好 或者对我们每个人去了解圣经里面讲的东西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是非常方便的一种教学的方式 那这个神奇传播的创始人呢 如果要是大家了解的话 大家就知道是周一方牧师 那我们跟周一方牧师的关系也是非常的亲密 在我们这个AI News最困难最困难的时候 周一方牧师伸出元首 真的是帮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忙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在当时告诉我们说不要放弃 而且给我们他的事工 你知道大家做事工都很紧张 但他愿意挤出前来 他给我们开了一张支票 那时候是我们大概收到的第一张支票 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千万不要放弃 一定要继续把这个事工做下去 因为你们的事工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我们来说周一方牧师 就是不仅是一开始来资助我们 就是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上次在那边讲过我们多久的时候 而且他还是一直在带领我们 在去做这样的事情 反正周一方牧师就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band board 周一方牧师呢真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在我们的这个事工当中都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呼吁在台湾的朋友们 那当然这次我们很遗憾就没有办法去 但是呼吁在台湾如果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或者是你是在教会里面的长职也好 或者是你是牧师也好 都欢迎大家这一次可以到场去看 因为如果有了这样一个方式 真的是对教会的牧养方面也好 或者是各种方面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而且呢到场的朋友呢都会得到神奇传播 为大家准备的精美的茶点 还有小礼物 那在这里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时间 那时间呢就是9月17号的下午3点钟到5点钟 地点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380号6楼608 苦事丰盛生命协会办公室 如果大家要是有时间呢 或者大家对这个真的非常感兴趣 欢迎来赶快抓紧时间报名啊 因为名额真的有限 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 来看我们屏幕上面的我们的email 可以发邮件给我们说 我们想要去我们有几个人 总之请大家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使用 真的用透过你自己的眼睛 在一个VR的一个世界里面 然后来去看你最不想看的那几张警戒 我知道读圣经很困难 但是当你看了那个之后 你再去读圣经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你在头脑子里面有一个画面的地方 所以说请大家来去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呢请大家跟我们联络 如果你想出话真的是名额有限 所以请大家赶快来报名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Felisha 我是Ethan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现场 请到了一位我们期盼已久跟他见面的一位牧师 那这个故事呢要讲到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收到了一位观众朋友的来信 然后就看到了一个教会的求救信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位主人公 请到了我们现场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说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徐牧师欢迎您 好 欢迎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的邀请 好 谢谢你今天可以来 对 我们看到那个 也不能说是求救信了 是在各方面上面 这就是一个筹款的平台 上面有讲到说您是卫理工会恩语堂的牧师 联合卫理工会 联合卫理工会 好 那卫理工会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 联合卫理工会 反正我就管你们叫恩语堂嘛 恩语堂 徐牧师 那你们呢现在针对说联合卫理工会 他们有关于要同性恋这方面的事情 LGBTQ 所以你们决定要脱离是不是 你可以不可以把这个故事跟我们讲一下 恩语堂 我讲我们恩语堂 我们恩语堂一路来 其实我们都秉持这样子的一个信念 就是我们绝不跟这个同性恋行为 妥协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2019年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们恩语堂就有打算离开了 2019年的时候呢 就Traditional的这一个的plan就通过了 那时候震惊整个的美国 我们的联合卫理工会的 这本土呢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这个的 联合卫理工会是支持同性恋行为的 所以这个事情一通过的时候 他们就很震撼说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时候我们很开心 保守派的我们就很开心说 终于大会能够定下来 总会能够定下来 我们不用跑了 所以知道美国就自己在开会 最后讨论说 我们是还要坚持赞成同事 意思是说他们不赞同这个的总会的决定 他们要自己再来搞一个东西 结果那时候他们就出了一个的条例 就是这个的 我们叫做2553才能够错的话 就说我们让保守派的人离开 所以我们那时候收到消息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不以为了 以为这个事情就等着看 因为他们美国联合卫理工会 要做这样决定的时候 他们又要等到这个的总会再开会 再讨论一次 但那时候2019年过后疫情就来 总会那时候就一直拖拖拖 结果最后拖到 今年年尾 12月31号 他们说你必须要做一个的决定 总会一直没有开因为COVID的问题 拖拖拖到明年才开 但是我们说明年才开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那2553那个条款 它的限期是到今年年尾 所有的教会 所有的联合卫理工会 你必须做一个决定 要不要离开 所以我们最后逼无奈 你要等到2024年明年才打算的话 可能就来不及了 因为那个条款 202553那个条款是到今年 所以我们逼今年 我们就做了这个决定 我们就像知识会当中 我们就开会 开会的时候 知识们能够同感与灵 同性说OK好 既然他们赞成同性恋行为 联合卫理工会不单是赞成同性恋行为 他们把这些有同性恋的Gay Lesbian 案例他们做牧师 甚至呢 案例选出来 最近罢了 选出一个呢 是Gay 做会堵 我讲 什么时候 是通过的呢 卫理工会有法规了 法规里面明文规定是不可以了 我们现在已经把法规这一条款 都把它拿掉了 没有通过总会的决定 现在就把它拿掉了 所以我们说 哇 这个的已经是 人无可人 对 所以最后我们就 一览的做这样决定 然后我们也 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召开了 我们叫会的 叫做会有大会了 我们就 投票了 我们人数也不多 投票的大概来了 大概整30多40个 对这个有负担了 然后留下来说 我们就投票 结果我们就多数人 超过三分之 投票说 OK 我们要走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依然的决定说 我们要跟这个的 联合合理工会 脱离那个关系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 就是 他们赶你走 然后他们还要跟你 要钱这个样子 那 这到底讲是 国际的这个总会 这个General Conference的这个决定 是说 卫理工会 要保持保守原则 那等于是 美国这边的卫理工会 脱离了总会的概念 那他们不用负任何责任吗 我加强一点 美国联合卫理工会 OK sorry 不一样人 对不起 因为美国有一些 比如讲 叫做 有一个的 Free Methodist Church 还有这个的 Nassar Church Nassar Church Nassar Church 就是卫理工会里面的传统 所以我们讲的是比较属于是 联合卫理工会 这样子的话 就比较specific 英文叫做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他们上面里面怎么样搞 需不需要付款 好像是没有这回事的 完全是他们可以独立自主的感觉 但是呢 对我们的这一些的 在美国属下的联合卫理工会 你要离开呢 它根据2553的那一个条款 就是呢 你需要 很简单 像我说这个分手费你要给 赔款你要给 然后呢 那赔款本身 它还是有分出来说 你是要给什么钱 不是所谓的一个的数目字 它是有把你分出来你要给 每一个的教会 要离开的同样的遭遇 同样的遭遇 甚至呢 它还分两个东西 两组 第一组呢就是你有产业的 第二组是没有产业的 我们是属于没有产业的 有产业的更难 比如讲 你有产业就是有这个的教堂 这个教堂就会问说 市价多少钱 假如市价是400万 那么呢你的赔款呢 退还的款呢 是200万 那是他的吗 对啊 这种建筑是联合卫理工会给的吗 这个就是 卫理工会里面有个条款 叫做 他们叫TrustCrop 全世界的卫理工会 其实都是这样子的 比如讲 我们本地教会 你我 我们是来开拓一个卫理工会 我们开始了这个教会 然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卫理工会 我是under卫理工会吗 我就用这个卫理工会 我就去筹款 去募款 然后我们就建了一个教堂 这个教堂呢 执行上是我们在做 但是当教会一买下来之后呢 这个的产权 总会做决定 为什么 这个就是卫理工会里面的制度 所以你讲 有一天我们说 我们这几个人 我们也没有力量 因为 过了 打击教会 我们都要关掉教会 你说 好不好我们卖掉教会 这个决定 就不是我们单单讲 我要卖 我们要看年议会 我们的这个年议会 Annual Conference 因为呢 产业的最后 他们有一个trustee 来去掌管 所以变成 你只有使用权 你没有主动 你没有那种的 卖掉的那种 那教会如果赔钱 然后收款不够的话 卫理工会总会 会帮忙吗 他有一些的funding 假如教会 已经来到一个很糟糕的情况 因为他整个组织 他有很多funding的 只要你有需要 比如讲牧师传道 在一个教会 他们的心情不够了 其实在这个体制里面 他有这个的协助 又或者 就是说教会小了 没有能力了 那牧师呢 就是part time 在这个教会 然后part time 在另外一个教会 他就这样子的分配 牧师的这个的心情 他就有一个保障 但教会就 因为弱小了嘛 没有能力就 就这个的分摊嘛 然后呢 当然教会有一些的 这些的需要呢 我们有教区长 就包括给教区长 教区长他们就会去 去看怎么能够协助 比如讲我们的教会 在pandemic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有这个设备嘛 这个设备呢 就有他们有一笔钱 大概 我们那时候收到大概 五千 四五千块 他也来资助 所以他有那种的 某一些资助 但是大大的比 可能就没有 那我接下来想问的问题 就是像说 现在是很多 联合卫理工会 都想要离开 联合卫理工会吗 就教会想要离开这个吗 还是说 绝大多数的联合卫理工会的教会 对于现在的联合卫理工会 是怎么样看的 美国 我查了 大概美国有三万间联合卫理工会 整个美国 然后呢 我查到的 看到的最 最新的一个报道 已经目前已经有六千 六千间 联合卫理工会 不同背景的了 有老美的 有 有 Asian的 有 Spanish OK 有六千 并且这个六千的数目还在增长 代表说 已经有五分之一的 五分之一的联合卫理工会 已经离开了 这个体制了 所以美国现在的卫理工会 在锐检当中的概念 联合卫理工会 在锐检 OK 这个数目还在增长 因为呢 好些教会 联合卫理工会 这些教会 还在 争取着 比如讲 现在 有一个的 情况是 让联合卫理工会的 这些的 这个年约会 Annual Conference 是蛮头痛的 就是呢 有法律诉讼 为什么法律诉讼呢 是因为呢 那些有产业的 他们要离开 他们讲 你叫我给出百分之五十 这个是不合理的 因为你没有为我们的教会 筹过一分钱 我们在建教堂 辛辛苦苦筹钱的时候 你年约会 你做了什么给我吗 没有啊 嗯 然后买了产业 你说产业全部 要你来做决定 现在又要叫我 赔 赔这个的 归纳百分之五十给你 所以是不合理的 嗯 所以他们就 有这个法律诉讼案在里面 我们 整个美国大概有五十四个 这都没有错 是五十四个的 这个的 annual conference 就是年约会 管不同的区 我们这一块呢 叫做 California Pacific annual conference 这个区 我们这个的 可能 最近有样 会有一个的问题 就是呢 大概有整二十间 到二十二间 他们会进入这个 法律诉讼的这个程序里面 就是我们要fight到 我们不用给钱 OK 我们不会给你 这个百分之十 其实在美国 你说五十四个的 这个联邻会 都做同样的动作 都一定要 这些的教会给钱吗 也不一定的 我们听过 有一个叫Oklahama的区 他们的联邻会 他们只是赔 大概七万多块 他们有产业 那个年约说 产业你们拿去 只可以七万多块 意思说 其实他们可以送了 他们可以放了 但是就不 你看Oklahama都可以放 为什么其他都不可以放 因为你们这边是LGBTQ的大本营 然后他们对这边的卫理工会 加州的卫理工会 等于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概念 然后如果说你再讲到 你那个 什么 五五五三 那个条例 二五三 其实 美国的法律 这个其实是 想要脱离的教会 其实是比较disadvantage的 因为 美国的法律是保障人权 他们不保障 entity 那当你签了一个合约了之后 你就是把你的entity 给出去了 就像那个 小美人鱼 那个时候 巫蘇拉说 你要不要用声音换 你要用声音换你的脚 这个不合理啊 对不对 你有为我的脚做什么吗 你有为什么 做任何事情吗 脚也是长在我身上 声音也是我的 我要这样子给你的话 但是 他弄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合约 小美人鱼就去签 签了之后 你就不被保障了 我们的人权是神给我们的 当我们签署了之后 我们就是把 人权签署给那个entity 或是政府 所以说 这个对你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 诉讼案 而且在法律上面 他们可以说 这个不在人权保障里面 他可以这个样子讲 你是怎么样有勇气 想说我要起来面对这个东西 因为很多牧师 是觉得说 我就逆来顺受就好了 对不对 就不要惹事 大不了我辞职嘛 我辞职了之后 我去外面开一间教会 不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底下的人再来就好了 我干嘛要跟卫理工会 争这些东西呢 离开不就好了 大不了我可以不做嘛 你是为什么 让你有这样子的决心说 我要来争这一口气的 刚才开始有提到说 其实我很不愿意走啦 对 就是被逼到这边来 被推到这样子的一个的 墙角这样子 那个勇气哈 其实我对我来说 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 我一个的理念就是呢 你叫我好好的牧养教会 我不是问题 你不要用这个的钱来压我 我不吃这一套了 然后更何况呢 我本身是在马来西亚案例的 我的募资是在马来西亚案例的 我是transfer过来 transfer过来的时候呢 在这个的联合卫理工会里面 他是把我的membership transfer过来 他没有资格去告诉我说 我现在不承认你的案例 他们没有这个资格 所以我已经没有这个顾虑了 更何况其实我也不去顾虑说 你可不给我做案例 或者是给我合法的 所谓的牧师的这个的身份 在这个体制里面 我根本不稀罕这种东西 我说我做牧师 我不需要UMC这个联合卫理工会里 来去肯定我是做牧师 我讲 我巴不得我做一个自由的传道 我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就有这样子 我原理这样子站出来是因为 我也不会为我的饭碗来去考虑 我不需要为我的饭碗去考虑 因为这是神的考虑 我需要站在神那一边 选择站在神那一边 我才能够为神有底气的讲话 今天假如我妥协了 我怎么样站讲台 你根本就没有底气站讲台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的 对我来说是黑白很分明的东西 你说要去妥协 或者我一妥协 我以后不用做牧师了 因为我已经没有自己的一个立场 其实我们在面对这个选择脱离的时候 不单是这个人上面的蓝眼 其实我们教会内部 也是有一些人在针对我的 甚至有人告诉我说 你跟他们分出来你比较清洁啊 你会比较干净啊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强法咯 是啊 什么道理 那不然呢 你会问他那不然呢 那你觉得呢 他们是罪人也是罪人啊 这么你一定要分得很清楚要分开 当然有些人说 有一些人就是不认为同性恋行为 是一个议题 为什么你们要做到要脱离这么严重 环境很舒适就好了啊 干嘛要变动我们教会好好的发展 这个It's okay 我说It's not okay 你要继续的发展下去 It's okay 你来做咯 不要叫我做啦 我讲我没有 我是先没那个立场 不但是同性恋行为是罪 你说其他误会的这个的 加拉太书那边所谈到的那些的行为 罪就是罪嘛 罪的行为 假如你讲这个罪的行为不是罪 对不起啊我接受不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分享的时候 我们说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也这样认同说 这个其实是不合神所要的那种行为 特别是为你联合为你公 要把这个的行为已经定成说 这不再是罪了 这可以接受的 所以牧师可以继续的同性恋的行为 继续做我们的牧师 我说这是什么世界 我接受不了啊 我讲这个对我的神学的立场 我讲 no 这样子的一个全身乱来 嗯 然后我们在面对的时候 除了那个的钱 他硬硬要叫我们付啊 付多少钱是不是 我们最后要付的是七万八千一百二十一块 ok 我盼望这个数目是最后一个数目了 啊 我盼望啊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 还会在家 还有这可能 其实这是第二次的算法了 第一次跟我们讲十四万多块 他讲初步估计 第二个呢 其实他留下一些伏笔的 projected 这个的 然后estimated这样子 我盼望这个是 应该是属于最后一个了 因为 我们也不想到 想不到其他的理由 他还加什么东西 所以七万多块是我们要付 嗯 所以我们相对的 不是很大笔的数目 比较小 but这个 这个钱还不是 最主要 最主要的是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现在要报内幕了 里面后的公会 你们注意听 所有里面后的公会 的牧师传达你们也听 哎呦 当我们说我们要脱离的时候 教区长就来跟我们借抢 然后帮助我们投票 投票当天的时候 教区长告诉我们什么 他告诉我们说 你们 投票了 你们一定 要离开现在的 这一个的场地 为什么要离开现在这个场地 是因为呢 我们现在这个的场地所用的 是 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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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共用 英文堂的 另外一个的 Saint Matthew Church OK Saint Matthew Church 是英文部的 OK 我们两个都是独立的 我们就用他们的教会 的Fellowship Hall 来 两个在一起 相安无事 大家开始 但是呢 投票的那一天 通过之后 教区长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离开了 当天 你们不能够留下来 你们一当脱离 威力工会 清理完过后 钱给完过后 那一个时刻 你们一定要走 不能够留下来 我们 我就跟他讲 Why 我们现在脱离联合 威力工会 这样子我们以一个新的身份 来成为一个租客 我们现在变成租客了 可以来跟你租吗 他说No 我就很好奇 因为我们好奇是因为 我们那一个的教会本身 Saint Matthew 那个英文部 他租给韩国物理工会 KMC Church 他也租给一个外面的幼儿园 讲 为什么不能够租给我们 他讲 不能够租给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就问他教取他 他教取他讲到一个 对我来讲很震撼性的 我想 所有的联合威力工会 你要去注意 他讲 因为你跟我们的神学的立场 已经不一致 This is not biological integrity 所以你不能够在我们这边 换句话说 我要留在这边 我要留在威力工会里面的体制 你一定要做到一样东西 跟他们的神学立场 是要有integrity 是要一个聘合的 是要联合起来的 你不能够说 你在威力工会里面的体制说 我可以 他们讲的 我做我的 不要活在这种谎言里面 威力工会 赞成同性恋这个议题 赞成同性恋行为这个议题 把同性恋不帮得罪的议题 这个立场 是所有威力工会 联合威力工会 必须要承认接受的 我讲的是有活 因为好多联合 威力工会 都活在这种的迷思里面 说 他们做他们的 我们做我们的 不可能的事了 教区长这样子讲的时候 我讲 已经表明一个很陷命的立场 他们在欺骗我们 他说 你不赞成同性恋 我们就不会派一个同性恋牧师来 是 他不会派一个同性恋牧师来 但是你整个的体制里面 是一定了的 你可以不承认 但是呢 一定了的 就好像你在一个香烟公司里面 这一个的做工 你在一个的香烟公司里面 讲我只是做这一个的会计的 我是在办公室里面 我不接触任何的 这一个的香烟 然后我在里面做 你可以讲说 我不在香烟里面的公司里面做香烟 怎样我也还能不关我的事吗 No 因为在一个的 同一个的体制里面 联合为你公司 现在就这样子 我们以为第一个的教区长 我接触了 之后他就调派了 另外韩 另外来了一个韩国的 女的韩国的 你看 女的韩国的一个的教区长 过来 我以为他是Asian 比较好谈 谈的时候 没有得谈的 我说 我们还没有脱离的时候 大家就像个东西 大家都 Brother and sister 一脱离的时候 We are enemy You cannot stay here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我想 OK 我们可以给 但是主内弟兄姐妹 你能不能够通融一下 简 No 很strict的 有没有得减价 没得减价 然后我讲 我可以分齐付款吗 No 也是No来的 我讲 到底你是基督徒吗 你知道七万多块 对我们这些小教会 那个负担极大吗 你会把这个教会给他关掉的话 但你们的口中所出的 联合卫理工会 你们口中所出的是什么 No You die 你的自己的事情 你死你自己的事情 我们 联合卫理工会继续的发展 这就是联合卫理工会 现在的那种处境 你死 你要离开 你死他不理你的 简直是 你要自生自灭 总之你钱给我就对了 你怎么样 我不理了 已经这种境界了 所以 你要就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 不要离开 不要离开 就跟他们同流合污 你就继续跟他同流合污 这样子他们就不会 叫你给钱 他还会给你钱 我不敢相信的是一个 基督教的体系 他不是在帮忙建立教会 反而是在拆散 摧毁教会 对你来讲 你有没有觉得说 这个教会 或者是整个美国的基督教 这个体系 其实是 非常非常的腐败的 其他的教派也是这个样子吗 还是只有卫理工会 这个样子 其他的众派我不知道 像路德会 我们看到也是 对 不知道 不知道 还有什么 那个叫兄弟会吗 还是友爱会 那个我也 我有看到现在好像真的就是你开车在路上 随便回头一看 就哎呀怎么有个十字架加六个彩虹 就变成这样 对就是你都不用仔细看 你都在什么大街上随便一回头 怎么有个 那边又有一个就会变成这样子 那仔细一看 其实这些 我看到的都不是独立教会了 我看到的都是在教派下面的 就像我礼拜天那天刚发现一个兄弟会 一个友爱会 这个网上中文翻译有一些 兄弟会友爱会都是一个 还有就是路德会会这样的 还有就是联合卫理工会 都是在体制下面的 是在体系下面的 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反而独立教会 没太有了 目前为止还不太知道 你说腐败呢 也不所谓的讲腐败了 我不讲腐败了 联合卫理工会 特别他在处理这一个事情 这个脱离的事件上呢 更暴露了 这个联合卫理工会的体制呢 是只讲爱心 不实践爱心 就是我们所谓的甲慢伪善 现在联合卫理工会 我不是讲教会 我讲那个体制上面 我们的会度啊 教区长啊 那些的Bot 那些Bot 很多的Bot 基本上 弟兄姐妹 我也愿意承担这样子的一个的 责任跟讲法 他们不再是所谓的基督徒的做法了 看他们如何处理 针对这些的 要脱离的教会 根本不谈爱心 不谈 谈钱 你要离开给钱 你要不要给钱 你就留下来 然后就跟着他们的体制 这个的 赞成同性恋行为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思路 你就去走 假如你讲 同性恋 你能够接受的话 fine go ahead 但是呢 基本上我说 我们要走出来是因为 我们需要一个鲜明的立场 没有立场 你就不能够为神讲话了 你没有一个鲜明的立场 你怎样能够跟人家讲话 你讲爱爱爱爱 同性恋能够爱 同性恋行为 你能够爱 这样子以后 他们讲 以后有一个潮流说 我喜欢跟狗 我喜欢跟猫发生关系 这是我个人的自由 圣经也没有讲反对啊 圣经有反对跟受教吗 好像有 好像没有 都可以解释的吗 自由派圣经就任你解释啊 最后回到所谓的我们个人的 我听过你讲的自我中心的问题 你不要批判我 这是我的自由 谁说是罪 你说是罪 我说不是罪 罪人太乱了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发生的事情 是只有在美国卫理工会这个样子吗 还是这样的想法 也在其他的国家的卫理工会也会发生吗 基本上都跑不过 所以你要占成在一起 或者是脱离 现在比较争议性 比较多争论是在美国这个本土 在非洲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非洲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你赞同性也是很危险的 所以那是全部不赞同性的 非洲人比我们有尝试多了 对 然后我们读完大学了 我们男女都分不清楚了 然后听说菲律宾是蛮开放的 但是他们怎么样处理 我们就不清楚 是 美国联合卫理工会做了这样子决定的时候 去年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卫理工会体制 开大会 这个总会开大会 也跟着美国的 去年8月 跟着美国的切断关系了 以前是说我们的身份 Membership可以transfer到UMC 基本上它切断的关系就是没有了 UMC你要回去做那个牧师 可能就要重新来过 切断关系了 因为你赞成同性面的行为 不符合圣经 不符合圣经 他们一直一讲 OK 我还联合卫理工会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之前还开过很多的这种的讲解会 很多讲解会 我也去参加过一次 我讲 哎呦 我真的是 所以他们都讲些什么 就是他们到底从什么出发点 就是爱的出发点 就是我们要爱爱爱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神学立场去解读 最重要的是love 谈同性的议题 一些行为的意思是谈到爱 他们都用爱来去接纳这一切来去谈的 没有力吧 基本上他们不会看你谈很多神学 但他们有神学的立场 他们才会这样子 因为连神学的讲师 他们都可以赞成同性念的行为 那就是 不是这么简单 我记得我以前在马来西亚读神学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曾经告诉我 教我们一个辅导课程的 他给我们看一本书 叫做 Both Side Debate 黑跟白的争论 看同性的议题最后会争论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呢 你赞成有同性的行为可以吗 你就赞同了 你赞成没有吗 就赞成没有了 你一定要 choose either side 然后呢 因为两个size 他都有他的解读圣经了 他的问题就是卡在那里 不然 为什么现在有教会神学院长 都能够接受同性的行为 不是罪 是可以被接受的 就是他们在解读上 他们的解读 我不知道用什么 我没有写这个东西了 就解读是 It's ok 可以 It's not a sin 我们之前做的那个节目 他说什么 耶稣这个身上的伤痕 就跟变性人之后 身上的一样 一样那个 一样完美 也是联合卫理部会 对 那人在芝加哥联合卫理部会 对 然后说什么 耶稣性变态 这个性虐待是好的 拿鞭子打 耶稣被鞭打的时候 他心是喜悦的 所以说 耶稣也喜欢性虐待 你说什么玩意 那时候我看了 我就天哪 这是什么神学啊 你编 你编都编不出来 人家还有个名呢 就酷儿神学 你还真别说人 没起名 人真起名了 有酷儿神学 所以他们这样的 就是狡辩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因为我们就是做新闻 什么 看到很多同学院这方面 我真不想看 我说实话 我每次看了有一种 生理上的反应 就很难过 但他们很多时候去argu 就是他用圣经里面的东西跟你argu 你会觉得说 这些人到底读过圣经没读过 可是他们又很多都是神学院毕业出来的 就看他们受谁的这个的影响 教导 因为我们讲独生学 你有自由派的这个的解读法 有福音派的解读法 基要派的解读法 就看你愿意去接受哪一个人的影响 用哪一个的角度去看 看了之后你被说服自由派的话 我想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了 学院能不能把这些什么 研究什么自由神学 什么库尔神学 就这些人就通通开除 你自己都搞不明白圣经 你来神学院教什么书 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说 你要尊重个人的学术研究的自由 就这不是学术研究自由 如果你这个东西已经违反了圣经的原则的话 你这什么学术研究自由 我们这神学院 2加2等于5 对 这就是2加2等于5 这样的人就不能到处学老师 我们的卡点就是 他们不认为他们有问题 对 这个才是有问题 他们不认为他有问题 你一直讲有问题 Come on 你的思维是怎么样的 我们的思维比较update 你的思维好像很保守 所以我讲这种争辩 神学上议题的争辩 最后 其实教会也不用在神学上议题的争辩 你只要采取你什么立场 你就站稳了个立场 你就为神而去做 That's all 因为最后来到的时候是 大审判的时候就可以见真章 那么我们才能够知道说 我们 我也不讲说 我们是perfect 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是 对我们来说 黑白很分明 我们能够接受 我们不能够接受 因为圣经这样子的讲 你要怎样解读 最后你也要向神教掌 这样子 有一个问题你有提到的就是 联合卫理工会里面有一些教会 他们没有出来 是因为他们要苟且投身吗 老实说我们好多的这一些 应该是有一些的联合卫理工会的教会 他们很想出来 但逼无奈 没有钱 就是没有钱 他们就不出来 第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产业 他们也不想去 你不出来 你要自己出来 他们认为说 所以他们就 可以讲说 忍辱偷生这样子 要你用这个词句的话 我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有一些联合卫理工会里面的会中 其实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还有这样子的情况 有一些 因为联合卫理工会 三万间联合卫理工会 我相信是有一些 根本就不知道 最近联合卫理工会 在吵什么东西 要脱离什么 整个是没有人在谈 我这样子讲是因为 当我们在 像我们教会的英文部 谈这个议题的时候 因为4月份 投票过后 他讲你给完钱你就要走 其实我们就跟那个的英文部 叫做Local Church 我们就跟他谈 协商说 你们可不可以保我们 保住我们 不用让我们走 我们就跟他谈整个的来龙气满的时候 他们说 What happened to the MC? 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然后那个会友就很好奇说 为什么我们的牧师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要做投票的 就是教会有好些 教会根本就不清楚 还在这个被蒙蔽当中 毕竟不知道 所以他们就没有所谓的什么脱离不脱离了 只要时间一直拖 拖到 今年12月31日 一拖花花 你不用再谈了 你给钱也出不来了 你只能够自己走路了 所以这要是因为那些牧师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如果讲了之后 教会里面会有问题 或者怎么样 所以他们就隐瞒不讲 一定乱 我告诉你 你一讲出来的话 要不要做决定 教会里面肯定有赞成不赞成的 有些牧师选择的就不讲了 牧师都知道 会有 所以本地教会 Local Church 其实 我对我来说 应该是有一些人根本就不知道 当然有些人不理会 说你同心 不同心 我在这个教育里面好好崇拜 是 但是呢 牧者 我相信有一些牧者 根本就没有尽这个的责任 就告诉会众说 我们需要做一个的决策 你们要做决定 根本不告诉会 这样子的事情就混过去了 有这样子的情况 我相信是有多跟少不了 因为呢 只要你提出来 在会中当中提出来 有这样子的一个option的时候 他会造成说 诶 赞成更方便 我们的教会 提出来 小小间教会 五六十个人 信封中 让他在里面 我承受压力压到一个程度 我真的是可以让我有忧郁症的 但是呢 神给恩典 让我们最后风浪中度 慢慢的过 但是你先过了 现在过了没有 还没有 现在还在 遗疹当中 遗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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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承受那种压力 牧者 知识的团队 要足够的同心 因为他总有那种事 因为脱离了 OK好 我们面对第一个问题 然后给钱 弟兄姐妹说 要给钱啊 当我们在GoFarm Media的时候 有人说 你给钱啊 我不要支持你 因为你给钱是给那个 这个UMC 是邪恶的 这个的组织 我干嘛给你 我想come on 你给钱是帮助我们脱困 不是给钱给他 你奉献是给我们脱困 不然我们就困在里面 你要我们困在里面吗 就好像你的孩子被人家绑架 你要不要给赎金 你要给赎金 我不要给 因为他给他的坏蛋 那不是给他 而是帮助我们脱困 那观念要很清楚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说在整个的 一个的 心理层的挣扎 那个是 你要够Farm 因为他让你 足够让你 整个是可以让一个牧者 知道 算了 太辣太大了 那个的代价很大 是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们 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的教会 在Saint Gable Saint Gable 也是一间教会 他们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也 也造成教会里面的一个分 就是教会分成说 有一批人就跑出来了 说我不赞成你 UMC这个联合卫理工会里面的做法 你们同行的 OK 我们也不跟你们 这个纠缠不清了 我们就自己出来 那个教会啊 其实在我们洛杉矶这一带 它属于一间是最最最最好的 最好的 最大的 可能两三百人 一两百人多 我帮你出 就一批人 年轻的 比较年轻的 就走出来了 自立门户 当然也是叫为了工会 尋到真理 为了工会 就是为了对抗 但是你要想到 假如 不懂 那个牧师在那边 在处理这个张力的时候 那个牧师很难受 那个牧师感谢主 那个牧师也是很坚持 说一定要脱离 但是最后教会还是分离 有另外一间呢 就是因为产业的问题 他们就在等候看 有没有转机 因为现在很多诉讼案 所以他们看 别人的诉讼怎么样 看以后有没有转机 他们很想出来 但是呢 因为产业的问题 他们就 就是这个的 忍住忍住了 然后有一些就是 It's ok 我讲的是洛杉矶 我讲的是洛杉矶 华人为工会的 有这样子的 It's ok Stay good 我们的bishop 我们的会度很好 我讲很好 我觉得不好 真的是感谢你在这么混乱的时代 愿意站出来 真的是在守护羊群啊 我必须说真的 很多人觉得说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啊 派系斗争什么什么什么 但真的就是要守护神的羊群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观众看到这个东西 因为有很多人觉得说 你一看到这个东西 教会脱离还要钱啊 是不是诈骗集团各方面的 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你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说一下 其实 我们教会 其实我们有两个的 在处理这个的 我们所需要的给的这个费用上 我们有两个 第一个是我们教会 内部自己做任性 第二呢 我们讲 把这个事情公布给大家看 其实GoFarmy有没有筹到多少钱啊 就看神在个别的弟兄姐妹做的感动 但是我们也盼望是透过这个事件呢 向群众 向弟兄姐妹告诉他 告诉弟兄姐妹说 教会正面对的这种的遭遇 我巴不得这个GoFarmy的这一个事情 能够闹到 能够传到我们的UMC里面去 告诉他们说 你看你们在逼迫一个的教会 你们在逼迫一个的教会 为难一个的教会 到他要向世界各地的人请就 有人奉献 有人没有奉献 都感谢主 你要奉献神感动你 你要奉献 不是奉献给我们教会而已 你是为了站在一个的正义 真理上 你来支持我们的 你的一分钱的付出 是因为你要告诉联合委里公会说 I'm against you 我不认同你们的做法 那个才有意义啊 我需要请你封信给我 其实有什么 没有什么的价值的 但是你背后那种的信念就是 你正在愿意跟我们一起争战 愿意站在我们这里 我更有一个的信念 我透过了这个事情 这个发生的时候 我甚至说 能不能够我去筹一笔一千万 就为了帮助那些在经济上困紧的人 困紧的教会 帮助他们脱离 go fund me 有一千万 假如你是金主的话 你很有钱的话 你愿意帮助一些弱小教会 come on like come 因为这是以这个联合委里公会的 你们的一个对抗来的 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人走出来 因为很多弱小的教会 需要在经济上支持的 对 谢谢 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在幕会 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幕者的艰辛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时候 你跟一个庞大的联合委里公会 你真的说实话了 就是比像什么大卫打格力啊 大概也就是这样子吧 就是一个巨大的 一个庞大的资金体系在那里 一个几十人的小教会 你说实话能有什么钱 大家心里都很明白 尤其你们教会 如果有很多老年人 有很多儿童的话 你会知道奉献其实没有 你还要交租金 知道吧 这些都是来源 但是今天我们做这样一个节目 然后大家看到许牧师这样的坚持 我相信 现在在这个世代 大家说心里话了 敢于讲这样立场的牧师有几个吗 大家算一算有几个吗 华人还算是比较保守的 但是你在华人圈里面 你讲了说同性恋是罪 敢这样讲的牧师有几个吗 所以呢 今天许牧师来到这里 我想这不是出于我们的 说我们就是邀请许牧师来 怎么怎么样 我相信这是神的带领 所以大家如果你看到今天这一集节目 请帮助这样的教会 或许外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教会 但是神把许牧师带到我们的面前 神把许牧师带到我们的中间 让我们可以了解 整个事情的原委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你要是有感动 如果你也愿意为神的真理债利 你说圣经里面神说 同性恋就是罪 如果你有这样的立场的话 欢迎帮助扶持恩与堂 那当然大家也要多为他们多多祷告 你想想我都很难想象 牧师平时幕会都够辛苦了 你别说说有这一团事了 真的牧师平时幕会都够辛苦了 今天许牧师愿意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 而且他不隐瞒 他不跟会众隐瞒 他跟大家讲说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事情 请你们跟我一起 请你们愿意站在神的立场上 像这样的一个行为说 No 我们要脱离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是非常有勇气的事情 而且他现在承受的压力 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所以大家要有更多的时间为恩与堂 所有的会众还有牧师来祷告 然后还有金钱方面的支持 因为你的金钱 你是为神说话 你是说我来反对你们这样一个巨大的 一个打着神明义的 打着基督教的敛财的机构 而且你们实际上在支持撒旦的事情 我要跟你们说No 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支持 所以非常感谢许牧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你 谢谢你 也让我们看见非常有勇气的牧者 形象是怎么样的 当然了我们也认识非常多很棒很棒的牧者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牧者可以这样一起起来 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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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